美国迪士尼最新动画电影《光年正传》 因为同性接吻情节 遭到多个国家禁止播映 我国也不例外 引起公众讨论 国家电检局今天发文辟谣 强调从未禁止影片上映 而是大马迪士尼的商业决定 电检局在文告中指出 《光年正传》的送审结果 早在5月30号就出炉 除了批准以PG43分级上映之外 也针对部分电影内容做出些许改变 当中包括删减和消音 某段含有同性情节的对白和片段 不过大马迪士尼拒绝遵守指示 决定取消放映 文告也强调 电检局主要根据2002年电影审查法令 和内政部的电影审查指南 审批影视内容 当中必须考量国家安全 宗教 社会文化和风化等因素 只要和大马国情有抵触的情节 都不会妥协 好莱坞巨星汤姆克鲁斯主演的 《壮志凌云2》《独行侠》 时隔36年之后重现大荧幕 时光荏苒 但主角的帅气依旧 美国海军奋力完成 兼具任务的勇气和毅力 还是那么鼓舞人心 勾起不少人的青春回忆 实际上第一部经典电影中 女主角查理的海边小屋 就坐落在加利福尼亚海边 在经历城市建设和发展之后 这栋小屋依然被保留了下来 而且还被改造成咖啡厅 让访客一边享用咖啡馅饼 一边欣赏墙上的经典电影海报 回忆自己的热血青春 也创造了无限商机 眼前这一栋蓝白色的小平房 在高楼大厦之间显得格格不入 之所以能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留下来 就因为它是汤姆·克鲁斯 饰演的经典电影《壮志凌云》中的拍摄场景 收购这栋房子的业者看准商机 将房子改造成主题咖啡厅 在墙上布置经典的电影海报和照片 趁着续集《独行侠》上映的热潮 五月正式对外开放 果然吸引了不少影迷前来朝圣 追忆童年的青春 我当时在五年纪录像 所以我试图回到那些记忆 就带回到那些感情 甚至有些六年纪录像女孩的疾病 我的反应是在电影里面 我希望在那里住在那里 因为在古代的电影里 因为它是在山河和家 那就是我爱的 所以我爱这个家 我希望在那里住在那里 我享受电影 它看得完全不同 在那里的电影里 我记得它只是在街上 在山河和在山河 所以它是一个好好的电影里 影迷争相到拍摄场景打卡留念 自然就会点上一杯咖啡 搭配馅饼度过闲暇的午后 甚至购买周边商品带动消费 经济价值十分可观 但眼见的影迷或许会发现 这一栋房子的地理位置不同 业者解释 基于房子年久失修 因此决定将它建立到 加利福尼亚以南的街区安置整修 如今才能重新对外开放 影视作品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 屡是不爽 实际上早在1986年 第一部电影上映之后 男主角汤姆·克鲁斯 佩戴的雷鹏眼镜Ray-Ban 和骑行的穿起重机Kawasaki 就一炮而红 至今水滴型的飞行员墨镜 依然是雷鹏最畅销的墨镜款式之一 就连女主角驾驶的保时捷经典车款 也让人为之疯狂 汤姆·克鲁斯牛仔裤 白T恤搭配皮革飞行员夹克的装扮 更是永不过时的经典造型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经典造型 李宗监 感谢观看